还要为您插播最新的消息 慈激基金会在刚刚透过新闻稿宣布 已经跟复兴实业成功签订了 500万剂BNT疫苗的采购合约 那么购买到的疫苗也将会全部都捐给主管机关 来替民众施打 慈激基金会也说了 目标是希望可以跟鸿海台积电同时进货 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泽表示 非常感谢慈激基金会的善行一举 依询先前台积电鸿海捐赠专案的模式 会比较办理 那么就在待会下午1点15分 习正院也会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 有任何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